看完這個設定之後我們可以看看其他的Google Apps 看看裡面有什麼不同 首先看看這個SMS 你可以看到原本這個聯絡人就會在頂部的BAR 現在呢 移到這裏 連同那條選聯絡方法的BAR都是在這裡出現 變相就更多給你看 至於這個Gmail方面 可以看到同樣地這個聯絡人的圖示是移到這裡 還有這個下面呢 就有這個上一封和下一封的一個按鈕 其實有一個自己個人喜歡的一個身家的功能 就是收到幾碼的 就是這個 終於都可以在Email裡面選字 那選完這個option之後呢 拖拖拖 放手 那就copy了 然後呢就是Google日曆 Google日曆呢其實改的東西就不多了 除了支援Exchange 即是我不用的Exchange之外 那最主要呢就是 在這個日期裡面呢 加上一條紅線 那這條紅線呢 就是 顯示你現在是什麼時間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再來呢就是Market 對啦 Market的更新相對來說呢 會明顯一點和更多人知道 那最主要都是因為呢 這個Market是大家經常都會用的 那首先呢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程式的介紹呢 就會把 它的簡介和 comment分開了兩格的 那另外呢我們去 下載的留言給它看呢 那就會有 手動和自動 兩張更新啦 那你進去看看這個 下載的App 就可以看到有一個 允許自動更新的選項 那你可以 自己決定選不選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連這個電話呢 也有少少的更新的 那就不是在這版 在通話紀錄 那處呢 這個更新呢就是 會將 一個相近時間 同一個號碼的通話紀錄 都在一起 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再來呢就看看這個 全Android 2.2 其中一個 我覺得 最雞力的功能 就是在這個 圖顯庫那裡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沒有分別 但是呢 它加了一個 很厲害的功能 Multi Touch 啊 可以看到 有這些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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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我上開來看 但是 是不行的 上開嗎 讀吧 那我幹嘛要 Multi Touch 呢 是不是